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黑咪老师! 第三次段考就快要到啦! 大家有没有好好准备自己的期末考呢? 今天,黑咪老师特别准备了 111年社会科考题里面的两题 希望透过这两题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东亚史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的考题重点 提升各位同学的段考成绩 那如果你想听到更详细的解说 不妨帮我加入SNAPXLINE的官方账号 并且帮我点选专员服务 你就可以免费获取第三次段考里面的复习课程喔! 那如果你对接下来的课程有兴趣 不妨帮我订阅一下SNAPX台湾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非常精彩的影片内容喔!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题我们要讲的是 今年111年学测社会科考题里面的第15题 为什么要选这一题啊? 因为这跟我们东亚史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的 因果关系跟历史叙事都非常的契合喔! 现在就由我们一起来解题 并且从四个选项里面 了解一下当时候的历史叙事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中国的百货公司成立以来 对以洋货为主打商品 民国初年有个事件发生了喔! 上海一个百货公司在报纸上面刊登 禁告国人书外交 哇!失败了! 悲愤同声 我们公司呢 虽然在这个过程上面 环球货品都有喔! 然宗旨首重国货 我很重视国货 请把这个国货圈起来 欧美货次之 某国的货啊! 则仅供世上之需求而 代表说 某国的货品存货出金 即不再贩售 代表说呢 在这个叙事里面 这个百货公司很特别喔! 他除了自己的国家的货物之外 有一个国家的货 再也不会补了 代表说 我要排挤那个国家的货物 他问我们 请问这样的历史叙事 因果关系 这有可能出现在 下面四个选项的哪个地方呢? 先来做一个删去法上面的加减好了 我们会发现 哇!A选项完全不可能 因为三一运动 什么时候? 它大概是在1919年的3月1号嘛 而且发生在哪边? 它是发生在韩国期间的 因为你会发现喔 当时在韩国期间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三一运动? 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 兴起了一系列 对于日本总督府 对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啊 而且当时的朝鲜半岛 又是一个王朝 被日本给吞灭耶 所以朝鲜半岛上面的人民 反抗之心特别的激烈 所以A选项呢 它并不是我们今天 所要选择的选项 因为题目说了 这个地方啊 是在民国初年喔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而且这个地方又是在上海嘛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 会选择A选项 作为我们的答案 那我们的C跟猪选项里面呢 它们大概都是发生在 1930年代的中国地区 你会发生在这个地区上面呢 918事变跟77事变 它们都是发生在 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上 日本渐渐的兴起了 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 所以接下来才会有 日本清华事件 还有八年抗战的发生 那这边复习一下 918事件是发生在 1931年的9月18号 趁着呢 当时的东北防务空虚 日本呢 趁机进攻中国的东北部 那这些事件呢 我们通常把它认定为 当时的中国跟日本 正式交战的开端 我们这一题的选项 要选的答案呢 就是我们的B选项 为什么要选择B选项啊 因为题目里面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个东西叫做外交失败 为什么会叫做外交失败 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各国列强私自的 把当时中国 原本属于德国地区的租借 比如说山东啊 青海这些地方 把这些领地的主权 特权 让渡给了日本 所以这个事情呢 导致了好多的人民 对于这样的外交事件 非常的义愤填膺 非常的不能谅解 认为中国地区的主权 就是被出卖了 那么很生气的民众呢 在当时的1919年呢 就爆发了一群学生 跟劳工 跟商家们的抗议行为 大家的民族心 纷纷兴起之后 民族心如何展现 就是用抵制日货的方式 来用这样的方式呢 抵制日本 同时间也是一个 中国地区 中国人民他们爱国心 很激烈很兴盛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综合我们上述呢 所讲述的历史事件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这一题所该选的选项 就是我们的B选项 五四运动 再来呢 让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选题哦 在我们的这一题选题里面 它所考你的 并不是你的历史知识 到底有备的多熟 你会发现说 这一题啊 它是加了一点点 诶 你有没有看懂这个题目 你知道题目到底在问你什么样的东西吗 还要问你的 是你有没有去看懂这个东西 想一下这时候的时代背景 而不是全然的考你说 哇这几年这几月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哦 那无论呢 你是社会组 自然组 选数A还是选数B 各位同学一定要来去知道 这一题的题目关键 这一题呢 没有完完全全考你死背历史的 才是我们新课纲最喜欢出的题目 我没有完全考你历史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也没有要你直接应备这些选项 我要的是你有没有去思考 有没有去看这个题目 这才是我们今天主要测试你们的题目类型哦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他说有一份资料 他提到啊 1933年的双十国庆酒会 选在台北的铁道旅馆举办哦 出兵的贵宾有好多哦 会场悬挂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庆典中呢 除了演奏中华民国的国歌之外 还高估哇中华民国万岁啊 那请问下面的资料 何者的解读最合理呢 这一题的标准答案选的是C选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B逐选项它哪边是错的部分吧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A哦 他说当时的满洲国成立不久 日本呢就邀请了满洲国的官员 来到台湾举行了庆典活动 不觉得A选项听起来就怪怪的吗 首先呢 我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的party 代表我应该是一个主办人吧 有没有 那你看哦 日本邀请满洲国 代表说日本应该是一个怎样 主办方啊 不然他干嘛邀请满洲国 对不对 那你想嘛 日本人为什么要来去庆祝中华民国万岁呢 没有必要 所以A选项它的逻辑出现一个怪怪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主办方的话 你是一个主办国 我要去邀请其他国家参加我的party 我干嘛要邀请一个满洲国 来帮中华民国办生日派对呢 没有必要 所以A选项呢 他们在逻辑上面 跟历史叙述上面 出现了一点问题哦 B选项呢 他说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啊 亲密和善啊 台湾总督府乃主动的举办 庆祝双十的国庆酒会 来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好不好 这时候的时代背景呢 大概是1933年的双十国庆 我们想到了1930年代 哇当时的日本跟上一题一样嘛 老师讲过了 日本已经彰显出了 他自己想要辨吞 中国东北部地区的野心 甚至满洲国都成立了哦 所以你会发现 这时候的中华民国跟这时候的日本 难道真的很和善吗 当然没有啊 如果你们真的超级无敌 亲密无见 你们应该不会发生 那么严重的918事变吧 应该不会在之后又爆发了717事变吧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历史事实 就会发现第一选项呢 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我们该选的答案 那朱选项呢 他说 当时的台湾总督府 正在进行黄民化政策 所以啦 我举办双十九会 来笼络台湾的人民哦 哇真的是很棒耶 你看这里有黄民化政策 考虑你一点点的 当时的怎样历史知识哦 如果你平常呢 对这个年代够熟悉 你就会发现 台湾的日本总督府 大概在1936到1937年之间呢 渐渐开始实施南进政策跟黄民化 那黄民化政策里面有什么重点 重点呢围绕着改这个字 你只要在题目的叙述里面 发现要你改宗教 改信仰 改语言 改习惯 出现改这个字呢 它就是黄民化政策 那么现在呢 用着这样子的中心理念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哦 题目有没有让我们去改东西啊 没有耶 它反而来举办一个双十的酒会 想要来笼络我哦 日本总督府有那么好心吗 要笼络我还开了一个party 还开了一个酒会来笼络我 没有这么好康啦 这时候的日本总督府 想要做的事情呢 叫做把我改造成皇国 日本天皇的子民 因此呢 他希望透过很多一些战时配给的增加啊 或者是一些国语家庭的一些鼓励啊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把当时的台湾人 慢慢地塑造成天皇的子民 这些租选项呢 不符合黄民化政策里面所督出的改变跟诅咒 所以我们的租选项也不是答案哦 那正确答案要选的 就是所谓的C选项啦 当时来到台湾的中国侨民日多 国府已在台北设立领事馆 故能举办国庆活动 这一题呢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这样子各位同学学会了吗 好的 以上就是老师认为很重要 在今年有考出来的两题学测题哦 其中呢 关于东亚史里面的时代概念 各位同学呢 一定要稍微来去知道一下下 东亚史啊 很多人都觉得好难哦 但你只要知道 时代上面发生的前后因果 用着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 来推敲 其实东亚史一点都不难哦 希望这些讲解有帮助大家取得更好的理解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题的 段考精选试题的解析了哦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彻底的 冲告你们自己的段考成绩 那如果呢 你想要听到更详细的解析的话 不妨呢 帮我加入 SnapAppsLine的官方账号 并且点选专员服务 你就可以免费领取 第三次段考的复习课程哦 最后呢 不妨帮我订阅一下 SnapApps Taiwan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 精彩影片内容咯 我是艾米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呀 一杯 呀 七工 三Так 还挺 七 一 三 三 爐